我们选保抑十户 我们选保抑十户 是因为要十户只剩下五百只 我们觉得十户很可怜 所以我们才选择保抑十户 一开始我们要两种选择 旋转海报和桌游 可是旋转海报呢 没有桌游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做桌游 我们选择透过桌游的方式 来让大家了解十户 所以桌游里面都包含着 十户的各种知识 然后桌游玩法就跟大火很像 希望大家就能了解它 我们想要跟三四年级的人分析 我想我们制作的桌游 希望他们更了解 然后也已经让同学玩过了一遍 他们玩过之后觉得你们的桌游怎么样 他们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重新再把它改过了一遍 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做得更好 我们觉得自己做得更好 感谢观看